你好 你好 欢迎你回来 一起默想今天很美丽的 上年期第24主日 四篇读经 有一个共同美丽的主题 《动了连闻的心》 你有没有听过这句话 路加是用得多 可以说是他作出来的 今天的《路加福音》有三个特别的比喻 说《动了连闻的心》 我们试试先看《出谷记》 《出谷记》如何说慈悲 上主《动了连闻的心》 环境就是西奈山 牙威上主对梅室说这句话 那时候上主愤是梅室说 你下去 因为你从埃及国令出来的百姓 离开了我 拜令我一个神 这个看到上主的愤怒 你的百姓 你带他们出来 《出谷记》用很多人性化的话 比如说说《亚威上主》 都说闪电中 雷星中 但是当说 那个心里面 很人性化 好像一个人 被朋友出卖 他很生气 很不开心 你要记得 这些是人性化神 就是将人的感情和感觉 当是神说 或者有 其实《亚威上主》 没有人的那种愤怒 那种报复的心 然后上主告诉梅室说 我现在不喜欢这些百姓 最后很人性化 我要消灭他们 我要使你成为一个大民族 我改了那个计划 消灭所有的人 剩下一个梅室 他才会有一个新的民族 像阿伯郎那样 梅室的反应是震惊 怎会我带来 主是你的百姓 那个祈祷就是这样 上主 你为什么这么生气 你要记得 你对阿伯郎 伊撒格 雅各伯 你的许乐 你的仁慈 纪念 你就不会消灭 你从埃及带出来的民族 出个计划 上主听这个祈祷感动 改意见 上主于是撤消了 要加于百姓的灾祸 是不是很人性化 但是这里都有那个信息 上主是慈悲 上主是练满百姓 《达长荣》是第五十一很出名 五十一是一个忏悔的经文 是礼仪特别 在社俊纪用得多 第五十一条 天主求你按照你的仁慈 《念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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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字在圣经是非常之美赖 神会念悯 同情 和愿意帮助 《勞家福音》 是三个比喻 都是《勞家作》的 其他福音没有的 三个比喻都讲慈悲 第一个呢 讲迷失的羊 那个牧羊人有一百只 你不见了一只 就算了 你又九十九嘛 如果你找那只 你回来 可能九十九都没有 豺狼吃了 或者自己走完 但是牧羊人 就这样想我 迷失的羊 代表我 你 上主 爱每一个人 他不是计数 我有那么多个 不是 逐个逐个有价值 所以你无所谓 老家说 留下了在荒野里 留下了九十九只 然后的解释 九十九只代表那些 异人 不需要医生 不需要救主 不是罪人 那个代表罪人 我们这个世界上 我要找罪人 慈悲的心 第二个慈悲的比喻就是 一个妇女 有十个达马 达马是很少钱的 是一个工人 一日赚的钱 那时候很低的 这个妇女 存了十个达马 不知道为什么呢 在家里也不是很大 那时候的家里 在家里或者跌了 找不回 点蜡烛 点灯 都找不到 很伤心 很伤心 他一样用达马 因为是在别人面前达马 就算了 那么少钱 不要浪费那么多心机 不是吧 唯一一个 耶稣都愿意 被钉在十字架上 两个比喻 那结局很漂亮 运回 回来 他叫所有的人都要放下 因为一个罪人 悔改 回到天主那里 第三个 是罪人 你都最熟 别人都很熟 浪子回头 你知道整个故事 我想说 老家在哪里用 动了怜患的心 那个世債 拿了爸爸的钱 花了浪费钱 穷到没饭吃 那么想到 我回家 爸爸 当我不是儿子 是工人也好 我愿意回家 真的 老家是一个文学家 这个世債 来的还远的时候 老家很好 他说很远 他父亲就看见了他 动了怜患的心 那怎样呢 什么叫做 动了怜患的心 不是抽象 不是在心里面 跑上前去 拥抱他 以静地亲密他 好漂亮 这个就是 动了怜患的心 那个世債 不断继续说 父亲 父亲 我得罪你 你宽恕 他都不听 拥抱 跑了一个老人家 跑我 动了怜患的心 是一个很大的精力 所以 这个世債 能够变 是因为爸爸 给他这个 动了怜患的心的精力 动了怜患的心 那个特色就是 到了 那个罪人的心中 发挥作用 使到那个罪人 都是忏悔 都是感觉到 我接受爱 我接受欢喜 继续 因为我接受欢喜 我懂得怎样欢喜人 因为我接受怜悯 我懂得怎样怜悯他人 更丰富 动了怜患的心 你宽恕了我 我才能宽恕 你赋予我的 让我适宇 我给你疼爱着 现在才能爱 让你我他 管所有你在 从不能忘记伤口 苦涩总压着不走 受的伤害 是重复的记忆 请你开放我的心 开放我的心 从我的平静 真心真意 有你的力 到经意 圣保禄 又是 他不是作家 他是真人 他经历过 什么叫做罪人 也都经历过 什么叫做悔改 也都经历过 什么叫做 接受主的怜悯 他这样说 给帝茂德 记住 帝茂德 是保禄的儿子 很疼帝茂德 他是保禄的继承人 现在老的保禄 对这个儿子说这些话 这话是确实的 值得完全接纳的 就是基督耶稣 来到世界上 是为拯救罪人 而我就是其中的灰手 他是经历过罪人的生活 他说罪人的灰手 最厉害 No.1 罪人的No.1 他说如果耶稣 来这个世界上 为拯救罪人 那我幸好 我是No.1 但是我所以梦受了怜悯 是为使基督耶稣 在我这个灰手身上 显示出他的宽大和忍耐 为给将来信靠他 以获得永生的人一个榜样 保禄从罪人的灰手 转行入另一行 信套的灰手 为什么耶稣在我的罪人身上 行这个奇迹呢 因为他要用我在我的身上 人家可以看到什么叫做罪人 什么叫做获得生命的人 一个结论 请大家默想一下 那只羊走的时候 有什么思想 他走去哪里 他寻找什么呢 那个妇人为什么这么心机 又点灯 那时候的房子也不是这么大 一个窮人 他心里有什么感觉 对于那个达马 最重要 那个浪子 为什么呢 决定要回家 你说当然 在家里有得吃 这里饿死 但耶稣说心一层 始终这个儿子 走的时候 已经感受到父亲的怜悯 走得很远的时候 父亲的动作 的行为 抱着拥抱 更加加强这个怜悯 原来耶稣说 这个儿子不是坏的儿子 他做坏事 在我的心里面 有孝神 和我有关系 这个关系 就是那个 不好的生活都没有断过 原来 那只羊 和羊人 有关系 没有办法感受到 什么叫做 动了怜患的心 没有这个经验 他做一个老板的工人 很努力的工人 很顾家的 更加不了解爸爸 为什么要欢迎一个 最不顾家 最不努力 最懒 破坏了家庭 没有办法 因为他没有接受 为什么没有接受 不知道 是一个奥妙的 弟弟 但是接受这个 动了怜悯的心 这个经历 那个很乖的 很努力 很顾家 就没有接受 结果耶稣说 这个得救 那个 这么乖 没有得救 因为得不得救 不是你的行为定的 而是天主 和你动了怜患的心 这个关系里面 是救恩的恩赐 原谅我 是我每一次陷入我 原谅我 是一抹永恒天国 原谅我 在我最新一朵的时候 原谅我 就让我 重新去生活 是一抹永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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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抹永远的